萬聖節集劇化開機畫面更新了 要如何獲得集劇例子呢 首先呢 我們要先更新你的寶可夢版本 確定是不是0.329.1-A-64 這個時候呢就可以看到最新的App Icon 如果你下載成功的話更新成功的話 在打開Pokemon GO我們就可以看到最新的集劇化萬聖節的開機畫面了 畫面中呢有多龍梅西亞 滿腹花紋的莫魯貝可 還有超級詛咒娃娃以及夢妖 還有佳樂的玉三家以及南瓜怪 在中間我們可以看到有鬼斯通還有耿鬼 以及大家期待的集劇化噴火龍 都在最新的寶可夢開機畫面喔 也預告了這一季MASS UP主題活動的精彩內容 接下來就是你最期待的 如何獲得集劇例子 打開特殊調查呢 維羅博士已經在特殊調查呢打開了 開啟了巨大化之謎的任務 需要你拜訪三個能量點 探索五公里以及收集五百個集劇例子的任務 這時候呢你就可以看到地圖中有出現新的圖示 這個圖示就是能量點 移動接近能量點呢我們可以進入能量點的領取畫面 畫面中呢會出現六個集劇例子 你可以自己點選例子或者等待自動領取 每一點有20個例子 共有120個例子可以領取 一天最多可以獲得800個集劇例子 也就是說呢一天有七次可以在能量點獲得集劇例子 每天領取120個 所以一天可以領取840個集劇例子 阿A發現了一個好玩的東西 就是在領取例子的時候 你可以點選螢幕的畫面 例子呢會隨著你的手指點選的位置 它會集中移動 你可以一個一個點掉 或者是等待時間終了 它就可以自動獲取囉 這是新的好玩的 互動的領取集劇例子的方式 如果發現這裡可能不適合成為能量點的話 你可以在能量點的領取畫面 會隨機出現問卷畫面 你可以分享你所了解的 讓恩社知道你的建議喔 打開右下方的地圖雷達 我們可以看到已經新增的能量點 直接可以看見你所獲得的能量點數量之外 也可以知道附近有多少能量點 以領取的能量點呢 還會顯示倒數的開放時間 所以我們可以看見畫面中呢 會有開放的倒數時間 以及距離喔 所以你可以知道你周圍有多少的能量點 距離能量點有多遠 而且有開放的時間是多久 都可以在這個新增的能量點的地圖雷達圖示發現 沒錯 只要完成巨大化之謎第一關的獎勵 就是野生的極巨化毛變羊 我們可以點選精靈球 超級球 高級球 都會自動變成極巨球 捕捉極巨化寶可夢 是不是想要在今天捕捉極巨化寶可夢啊 趕快去完成 維羅博士的巨大化之謎 特殊調查任務 剛才我們都有看到影片中 跟大家說明如何獲得極巨例子 還有捕捉極巨化的寶可夢 活動在 已經確定是在GoBeak的活動是9月10號到15號 可以遇見極巨化寶可夢 但是今天呢就已經有特殊料查開放了 那在為大家整理如何獲得極巨例子的方式 除了剛才說的 我們靠近能量點 可以收集極巨例子之外 在9月9號也會開放 早上9點會開放 極巨例子的組合禮盒 但是這7.99美金是有點高啦 裡面有6個極巨例子的組合 共有4800個極巨例子 這個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先觀察一下 不要直接購買 好不好 說不定到那個時候我們可以慢慢累積 那另外呢 現在在今天已經開放了3關的極巨化之謎 極大化之謎 所以呢 第一關是拜訪3個能量點 探索5公里 跟收集500個極巨例子 在這個部分呢 第一關是極巨化毛便羊 接下來的兩關 就等著你去探索囉 即將在下禮拜到來的 Go be 大個Go 從9月10號 我們就會有正式的極巨化團體戰登場 那今天呢 我們已經知道可以獲得能量點 那這個能量的部分呢 我相信大家現在都找得到 每天最多只有800個喔 那在下禮拜 準備要登場的極巨團體戰呢 這邊有一些資訊要讓你知道 在隊伍只有4位的隊友可以參戰 包含自己 不像我們一般的團體戰有20位喔 所以只有4位可以參加 那在裡面的規則是說 4位只有3位可以帶極巨化寶可夢 另外一位不行 所以這是它裡面比較特殊的規則啦 那在部分呢 你只能派出你的極巨寶可夢參加喔 這是一個 當然因為是極巨團體戰嘛 那進到了極巨戰鬥的畫面 這個是回合制的 所以要下禮拜才知道 那回合制的部分呢 有3個選項 有極巨攻擊 極巨精神 還有極巨防禦 在攻擊的部分呢 就是將你的威力提升 變成極巨化招式的部分 再來是極巨精神 就是會為自己還有隊友 可以恢復生命值 那在極巨防禦呢 可以減少對手的傷害喔 而且這是限制回合制的 需要有策略的技巧才能完成對戰 另外呢在戰鬥結束之後呢 我們可以放置自己的極巨化寶可夢 放在你的極巨道館 也就是能量點 可以額外獲得獎勵 那這個部分呢 也要到下禮拜才知道 而且我們只能用栗子 也就是極巨栗子 強化我們的極巨寶可夢喔 讓我們期待下個禮拜的 GO BIG 大個GO的活動 MASS OUT新季節 一起走個GO 大個GO 嗨個GO GO OUT GO BIG GO WILD 首先是 走個GO的活動 GO OUT 在GO OUT中間期間呢 會有新登場的寶可夢 活動時間是9月3號的 早上10點到9月10號的 早上10點 在野外有機會 遇見敲英猴 你可以用25顆糖果 進化成怕冬猴 再100個糖果進化成 紅雷金剛星 再來就是 炎兔兒阿 野外的炎兔兒 你只要用25顆糖果 就會進化成 藤舊小將 藤 還有在100個糖果 進化成閃燕王牌 以及野外的 淚眼熙 25顆糖果 變成變色熙 100個糖果 變成千面壁 以及 大家 新的 就是 多龍 梅西亞 進化到最後的第二階段 就是多龍 巴魯托 在野外的多龍 梅西亞 加25顆糖果 就會進化成多龍 奇 在100顆糖果 就可以進化成多龍 巴魯托 另外呢 在英國限定的 新登場的 迦勒寶可夢 巨石釘 也會出現在 英國的 限定地區喔 所以這個是 英國登場的 巨石釘 另外呢 在野外 也有新登場 應該是說 色違初登場的 毛便羊跟 貪心 力鼠 這也是在 這次活動 新登場的 色違寶可夢喔 大家都已經有 毛便羊跟 貪心力鼠了 在這段活動期間 有機會 捕捉到 色違的 貪心力鼠跟 色違的 毛便羊 在這段活動期間呢 你的獎勵呢 會有 捕捉寶可夢 XP加倍 還有進化寶可夢的 XP也會 加倍 在五公里蛋呢 會有機會 孵出 敲英猴 鹽兔兒 淚眼熙 還有其他 更多的寶可夢 以及七公里蛋 又有機會 孵出 加熱的 喵喵 加熱的 小火馬 加熱的 呆呆獸 加熱的 蛇文雄 加熱的 火紅不倒翁 加熱的 酷酷面具 加熱的 泥巴魚 這些都有機會 孵出色違的 那其中呢 新登場的 多龍 多龍 梅西亞 也會出現在 10公里蛋 但是 新登場的 加熱的 寶可夢 目前都沒有色違 也就是 敲英猴 炎兔兒 淚眼熙 多龍梅西 是不會有色違的 然後 在田野 任務調查的部分 當然 也有機會 遇見 敲英猴 炎兔兒 還有淚眼熙 色違的 貪心隸屬 還有色違的 毛便羊 在收藏家挑戰呢 除了可以獲得 星星沙子 XP之外 也有機會 遇見 毛便羊 如果你運氣好的話 還有機會可以 遇見 色違的 毛便羊 當然 選秀會也別錯過啦 只要放上你 最大隻的 寶可夢 就可以獲得 前三名喔 呃 另外 在右下角的部分呢 不是在這段期間出現的 那我們先講一下 這個是加熱的 太陽珊瑚 而且啊 只要50個糖 就可以進化成 加熱的 魔靈珊瑚 這是幽靈屬性的 寶可夢喔 在這個 出登場是不會 有看到 不會看到的 那基本上 會出現在 MASS OUT的 集結活動 接下來 就是 大個GO GO BIG的活動 它是延續的 前面的一個活動 GO OUT的活動 接下來就是 GO BIG 那時間是在 9月10號的早上10點到 9月15號的 晚上8點 這段期間呢 我們 可以 呃 遇見 新的喔 一新的 集 集聚化的 道館 這些 你看到的 有集聚化的 妙蛙種子 集聚化小火龍 集聚化解尼龜 集聚化的 毛便羊 所以呢 我們可以在 集聚對戰捕捉到的 寶可夢 和他們的 進化形態喔 也可以在 集聚對戰中 集聚化 運氣好的話 還可以 遇見色違的 當然 9月 第1階段 10月 第2個階段 11月 會有第3個階段的任務 所以說 基本上會超過 跟上次 維羅博士那樣 然後 我們會獲得裡面的 集聚的例子 那這個例子呢 當然就是讓我們 集聚化一個 道具之一啦 然後還會有 換裝道具 更多的獎勵 也有一些 對戰的 調查課題喔 請大家敬請期待 另外呢 在集聚對戰呢 我們獲勝之後 XP 也會 加倍 然後 在田野調查任務 當然啦 有機會 遇見色違 呃 大家 只要你夠幸運的話 好不好 當然新登場的 也會出現在這邊啦 新登場的 湯心力鼠 跟毛便羊的色違 也會出現 在旋轉補給戰呢 XP 也是會 會加倍的喔 在Max Out的 新季節當中 在Pokemon GO的 Weberstone 也會 販售 7.99美金的 極具粒子 組合 禮盒 這個是新的 禮盒 但是 這個禮盒 呃 販售的金額 是有點高啦 主要是 內容是說 會有6個 極具的 粒子的組合 然後 共有48個 極具粒子 這個部分呢 雖然是在 公告喔 說明網是這樣說啦 但是 基本上 還要先 觀察看看 是不是需要買 這一個 極具粒子的組合 所以我們要買東西之前 要先觀察看看 是不是需要 好不好 這邊我們再觀望一下 阿基本上 活動開始之後呢 就會在 Weberstone 放送這個 極具粒子的 組合 禮盒 那另外呢 在這個階段 當然有 所謂的 對戰週啦 在這次的主題 叫做 極具一堂 夠對戰週末的活動呢 在這段期間呢 是 11月2號的 0.00分到 11月3號的 23點59分 六日兩天 六日兩天 只要在 對戰的部分 就可以獲得 4倍的星辰 而且從每天的5組 變成20組 也就是每天可以 打到100場 然後也可以獲得 你有機會可以購買 1美元的 付費現實調查 當然有星辰啊 星星碎片啊 神奇堂跟大堂的 獎勵 那 只要完成 這一個 免費的 購對戰的活動 每個人都有機會獲得 歐尼奧的鞋子喔 這個是 對戰週的活動 兩天兩天 上次是 水蓮的 假髮嘛 對 頭飾嘛 這次是 歐尼奧的鞋子 當然 在這 星儀的 星儀的賽季 Mess out的 對戰聯盟 只要你 成為 精英級別的 你的獎勵 就有機會獲得 歐尼奧的鞋子 那如果你是 資深級別的 你的獎勵 就是歐尼奧的面具 那 當然你是達人的話 就是他的服裝 如果你是傳說的話 就是訓練加姿勢喔 相信大家都已經看到他的姿勢啦 在 右邊 什麼是歐尼奧呢 誰是歐尼奧呢 他就是寶可夢盾裡面的 朔鑽的道館的關注 那 在官網可以看到的 姿勢 那這些呢 就是這一次的 購對戰聯盟 極具一堂的 獎勵 每天123456日 記得看RVYoutube